以下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话题 就是如何让肤色白两个色号 那这个话题其实一触及到皮肤的肤色问题 大家会觉得说一定就是说做一个美白的效果 那美白效果里边我们可以分为说 最主主观和最直接的就是一个美白针 因为美白针里面有传明酸 有骨光钢钛有VC有Collagen 那不同的门诊部它会配不同的配方 当然我们的配方是非常非常讲究的 如果你的配方太多的话 对于一个过敏性体质的人来说 它打美白针会风险性比较高 因为它的身体的结构和身体的体质 它会比较Sensor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美白针的成分量越少越好 最基本就是基本配三个大点就可以了 比如说骨光钢钛 VC和一个护肝素 因为美白针里面多少都会配护肝素 如果不配护肝素的话 它对你的身体的侵害率是高的 但是配完护肝素以后 它是完全完全没有风险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一定要问清楚 专家和诊所在美白针里面 你给我了几种的配方 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对自己有一个了解 或者是你在做这些美白针的之前 你可以去做一个验血的处理 看看你身体有没有过敏状况 这样子的话 减低你的风险性 除了美白针之外 我们还有可能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和饮食 来达到一个美白的处理 比如说现在其实很多的产品里面都带有骨光肝胎的元素 我们可以服用骨光肝胎碗 可以服用一些美白素和VC碗 它可以让你的皮肤做一个清毒的一个作用 然后帮你的一个垃圾排出体外 让你的皮肤得到一个光感的效果 那还有就是说可以从光子学上做一个处理 我们的光学它有很多种光速 可以让你的皮肤做一个深层的一个排毒的效果 那半永久的话 它就是像一个tattoo的形式 很多人做过纹身 其实半永久一样是通过真剂的方式 把颜色啄到你的皮肤里面 达到一个一年到两年的一个石油度 所以说如果要深度咨询半永久的话 你也可以来我的门面这里 大家做一个咨询和详细的了解 谢谢 垃圾